《岩石里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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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写《岩石里的花》 这首歌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 可能这个世界会很不看好 一些你真的很渴望去做到的事情 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 可能一段情感不会被外界看好 可能很多人都会叫你放弃 可是当你自己知道 那里还有希望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永远都不会结束的一段感情 所以是非常执着的一个感觉 我这么觉得其实就是很坚强 可是旁人看起来很心酸 可是经历着这段感情 那个人不觉得心酸 因为这是他对爱的一种付出 这是爱情的美丽 我觉得是一首很让人心疼 可是主角又觉得自己很幸福的一首歌 就那一段路 就那一段路 我小学可是六十迷的赛跑继军呢 小学是呢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宋伯伟 在还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光看这个歌的名字 其实我就觉得 我就非常有感触 因为 我觉得这首歌想要体现的是一种坚韧感 就像他讲的这个岩石里的话 就觉得让人家有一种 在一个最艰难的地方 你也可以展现你无比的生命力的感觉 对 这是我的对手的感觉 他现场听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感动 其实我觉得导演非常的有创意 因为他其实这一个拍摄的手法 他把时间加在画面里面 有点像毕卡索他画画 就为什么你会看到他画得这么抽象 又有正面又有侧面 是因为他把两秒里面的东西 一次在一刻里面给你呈现 所以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导演 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他把一段时间里面的回忆 在一个画面里给你呈现 你就看到这个回忆是越来越少 这份感情是越来越在流失 这是下大雨 我们原本的计划就是 就是会投影到那一边 但是现在完全下大雨 我们有太多东西得要 就是这个场景是有三四层的东西 投影机 然后演员 摄影机 灯光 所以如果一旦下雨的话 就完全没办法 这不是单纯只有演员跟摄影机的问题 就是还有其他的原素那样的 可是因为下雨的问题就变得很麻烦 你觉得浦刚刚破掉的那个东吗 没错 其实岩石里的话它整个感觉就是 好像在岩石的裂缝当中 你找到一个方法去生长 虽然它可能不像其他很好的灌溉的一些花朵那样 生长得很舒服 很健康 很美丽 可是它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底下 它总是能够找到一个一线生机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导演会选择用裂缝 墙壁上那个裂缝 来作为我们其中一个场景 谢谢 辛苦了 谢谢